台湾本土嘉陵险些失守 国内新增11例境外移入 本土虽然嘉陵 但近出现一例还在判定中的个案 这是北市一名30多岁女性 因陪病需求裁剪 近在医院验出阳性CT局32 难道新冠病毒已经进入社区 指挥中心紧急对相关人员进行裁剪 幸好在女子周围接触者裁剪都是阴性 至于个案是否真的确诊 指挥中心还在查 疑似就是说她有被剪出是阳性 不过原检体 因为她CT值相对的高 所以一般我们对这个都会做复验 社区可能出现隐藏个案 指挥中心不敢大意 将医院阳性检体送往昆阳实验室 裁剪却是阴性 女子返回原医院二采也是阴性 目前三采检验中 若阳性就会列案号 追查感染源若是阴性则不列案 检验结果最快周二就会出炉 而女子目前在医院隔离中 比较是怀疑 就是说这个检体上面检验的问题 进一步追查 证明女子已经打过两剂疫苗 染疫过的N抗体是阴性 打疫苗的S抗体是阳性 代表女子还没染疫过 因此并非就案 到底医院用的是快塞的PCR 验几个基因 这个要去厘清 伪阳性的机会比较大 可是还是要看医院第一次是怎么验的 帮女子裁剪的医院回应 翻机关署认可知实验室 均依照机关署相关检验方式进行检测 到底女子是否染疫 社区是否还有其他胃爆弹 还有在相关单位进一步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iene双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次 上海关西产党 设计相应棜的银蜜 星zego Ner的图展 應該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安全 Martinez